台湾第一起杀小孩 炸宝的案件 其实就是亲生父亲所为 要求 为了保险金 老婆太子自己的儿子 没有错 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里面呢 第一他杀了他 应该是最心爱的人 第二他杀了 应该是他的骨肉 现在DNA鉴定的话 就会知道了 那么很多的这个朋友 会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会杀自己的小孩 因为虎毒不食子嘛 那么其实啊 这个是在犯罪心理学里面 有一些研究 那当然除了所谓 无法归咎的那个 反社会性人格之外 那么有些人啊 不外乎为了几个 第一个为了感情 感情可能为了爱情跟亲情 这个案子里面 有爱情跟亲情 另外一个就是为了钱 台湾第一起 那么因为钱 炸领保险金杀害自己的孩子 而且呢一次杀了三个 那么这个人呢 叫做李明璋 李明璋是 住台北 他第一次杀的这个 为了炸领保险金杀的小孩 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我们都会认为 为人父母者比较 比较疼的是儿子 比较在乎他儿子 他有两个女儿 一个妖儿 他先杀的孩子 竟然是他的妖儿 是儿子 他把他 因为他住在南港 所以他把他带到这个 南港五赌附近 坐火车到那个地方以后 趁天色暗下来了以后 突然间走在铁轨上 趁火车交接 火车是不是看不清楚 突然间火车过来的时候 把他儿子一推 然后 连过去 后来发生的时候 他就赶快 喊救命 喊干什么这样子 说儿子不小心跌倒 他们发现坐火车 然后坐过头了 要想办法过去 然后怎么样 讲一大堆 后来被他诈领到保险金 成功 成功以后 他用他的保险金 去买了一个余温 要做生意 结果没想到做余温 那又失败 失败了 他又搬到南港 带了两个女儿 这时候他想顾忌 从事以后 诈领保险金 因为他害死的第一个儿子 现在又想到女儿了 对 那一天 那么他带着两个女儿 到庙会 参加庙会 然后买女儿最喜欢 两个女儿最喜欢 吃的这个零食 给他们吃 然后庙会 他的目的是 弄得两个女儿 精疲力尽 然后半夜 回到家里了以后 洗完澡 是不是就赶快睡觉 小朋友睡觉嘛 然后他就布局 布什么局呢 他用了一个 我不叫大位 不叫各位 就是那种延迟 想办法延迟失败的方式 他要故弄玄虚 要制造不在场证明 股灾 对 然后呢 在他女儿床旁边 全部放一览物 比如说报纸 全部都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然后自己呢 把前门锁上 为什么要制造 制造说 女儿他不在家 女儿把门锁上了 然后从后门偷溜走 然后搬墙偷溜走了以后呢 确定了一根铁钉在前后门 要让他女儿逃不出来 然后自己赶快 又搭车 然后又搭火车 到了新竹 人是不是起火的时候 他人在新竹 有人在新竹 有人在新竹 起火的时候 隔壁的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 跟这个女儿是同班同学 所以呢 他们都习惯要找 这个一起去上学啊 结果隔壁小朋友要来的时候 起火了 而且更惨的是 同学就在屋子的外面 听到里面 救命啊 救命还听到 那赶快找大人啊 起火了 这样子 逃不出来啊 因为火就这样烧了啊 你知道吗 在早年的时候 在见识没有那么进步的情况之下 真的撩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找到这个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 第一时间 警方并没有找到他的目击证人 而是他跟老师讲 你知道吗 跟老师讲 奇怪 他们为什么开不了门 他都听到了 然后呢 你们其实我跟听到同学 可能喊救命 但是门就跑不出来 顶着顶死了 顶着顶死了 但是那个火烧得太大 所以木头全烧光了 所以呢顶着 在现场 但是问题是不是 在木头订的现场 然后呢 爸爸不再想证明啊 来嘛 靠得要死啊 你知道吗 啊 哭了 我怎么 我死成 我好惨啊 有没有这样 最后是警察 辗转透过 不小心去访谈的时候 老师讲了这么一句话 说那个小朋友 说他人在里面 可是喊叫就出不来 那这个警察心想 他为什么逃不出来 他不是把他 因为以前门锁就是那种 刷 没有道理啊 所以呢 就旁敲撤击 然后就来火警现场 找到了一根歪掉 被烧的 已经歪掉 烧坏了的铁钉 后来靠了这根铁钉破案 你知道吗 后来他喊冤 喊了李明璋 他刚喊了五年的冤 喊了五年的冤 但是凭着人证 物证 然后跟当时还找到 如何从这个地方载他到火车站 火车站如何 那时候火车站都没有解释 其后 他母亲已经不在一起 没有在一起 他带了三个孩子 所以后来把他判死刑 枪决掉 一定要枪决 一定要枪决 你看场无人道 自己亲生的三个孩子 都为了扎顶保险金 把他给害死